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 推入了微信的内容审查机制 报告发现微信的内容审查呢 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用户 海外用户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其特点呢是内外有别 而且与过去相比 微信的内容审查变得更加隐蔽 微信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即时聊天应用程序 在海外呢也有相当大的用户群 它在全球范围的越活越用户呢 超过了8亿 那么有关这份研究报告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连线报告的作者之一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研究员阮阳 阮阳女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这个我们知道呢 微信在中国有很大的用户群 那么请您首先介绍一下 微信的内容审查原理是什么 微信上过滤的内容主要都有哪些呢 好的 我们这次的报告主要发现了两类信息审查 第一种是聊天模式上的明暗词审查 第二种是微信自带浏览器上对部分网站的屏蔽 那么要了解微信审查的机制 我们要了解手机软件的两种审查模式 第一种是在客户端上直接对用户进行审查 公民实验室之前对中国一些直播软件的 拆解就发现存在这种客户端的审查 客户端的审查的意思就是 敏感式的列表直接存储在客户端上 那么用户的信息如果包含某一个关键词 这个信息根本不会被发出来 那么微信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审查方式 即是在服务器上对信息进行审查 那么如果用户发出的信息包括敏感词 这个服务器就会监测到这个敏感词 然后就会把信息截取下来 微信采取的就是这种审查方式 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样本测试 发现了总共有174个敏感词和敏感词组 这些词组包括六四事件 中共领导人西藏问题等一系列的政治话题 好的那么你们的报告认为呢 说微信的这个内容审查 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的用户 那这是不是说在海外的用户 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呢 如果一个美国的这个微信用户 给他在中国的朋友 发的这个信息包含 你刚才说的那些敏感词 那么这条信息是不是会被过滤 海外用户彼此之间传递 包括敏感词的信息 是否也会被过滤呢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们的报告其中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 中国大陆用户即便到了海外 如果更换了绑定的手机号码 审查依然跟随他们到海外 但我们也不能说海外用户 就不受到任何审查 首先我们发现 微信对海外用户屏蔽了一系列 赌博和色情网站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 在微信群组聊天中 像您说的如果一个美国用户 发给他的群组发了一系列敏感词 那么中国的用户是不会收到这些信息的 所以这就对用户之间的正常交流 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好的 那么有媒体报道说呢 说前一段时间微信群呢 遭到大量的这个删除 那么这些微信群是因为包含了敏感词而被删的呢 还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政府这个关注的一个特定目标呢 您说的这个报告我也有关注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报告主要真的是文字信心的审查 所以并没有对群组的关闭进行跟进 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觉得恰恰是这种不透明的 甚至是模糊处理的审查机制 让很多中国的机构和个人感到很多的困境 因为他们像您说的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为审查的目标 所以这也是问题之一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微信的目标 微信的这个公司腾讯呢 他一直希望微信能够像这个LINE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那样的 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即时聊天的应用程序 那么你认为内容审查会不会成为微信 开拓海外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阻力呢 您说的非常对 我觉得这会成为阻力之一 原因之一是海外用户对一款自带内容审查的软件 肯定有天生的不信任感 第二个是微信等这类公司如何在符合中国大陆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实现海外扩张也有一定的很大的技术的考虑和阻碍 好的我们感谢阮阳女士在多伦多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